大家好,我小跟胖 今天跟着我好几个朋友啊 来采这个决菜啊 这个山上很多的 快点,有吧? 这里有根 这个决菜还比较矮啊 这么矮真的 还要过个两三天,它就长高了 这上面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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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开花的 这上面是这种 这种你说 这是一圈圈开花的 大的大的,你们都没看到吗 开花里木齐啊 这个开花的 这个很嫩的好吧 我们来找决菜的 大家都在这里拔野葱 在这里挖呀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还有同学 他们都是渡村里面的啊 今天跟我来体验一下 乡村生活 今天旺带皮带了 这个裤子还老是往下滑 拿一根这个藤绑一下 像这种就是决菜树啊 这个样子的 哇,真的好大一个 这个蛮大的 都还没怎么长起来 都还很短根呢 哇,这么大根 这边的角色还蛮大根的 哇,那几根好大呀 那里还有两个 哇,这么大 那下面还有好几根 好像 这里看到了 小心一点,那有刺 这个小伙子才十七岁 看起来像三十岁的 看起来像三十岁的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这么多 那里还有一个 哪里 哇,哇,哇 真没整理得一会儿 我来箱子 我来你的,我弟弟的 从我过去这一袋 这一袋嘛,我都滚大地 哇,这么多了 嗯,我都滚了,走不动了 这还可以 可以啊,这么大一袋了 哎呦,这还有一大袋了 哎呦,这还有一大袋野葱了 哎呦 这里还有决策 这个是野葱 这里还有决策 这里还有决策 来找了一个小时了 找了两袋了 还有一袋野葱 还不错了 这个是小刚刚的 哎呦,也找了这么多了 也不错了 现在回去了 差不多来了 一个小时的样子 嗯,还可以了 嗯,现在这个绝菜 还比较少 大概要过个三天以后 那个绝菜就多了 好了,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回去了 我们下次再见 慢点